萊蘭先生 阿伯雷探員 邰姊姊妹平安 開不開心嗎可以回來教會 不如再打招呼 說給他聽說很開心在這裡見到您好嗎 感謝神 今年我有個題目 叫做阿伯拉罕信心跨越之旅 整年我都会讲关于亚伯拉罕的一个事迹 亚伯拉罕的故事很重要的 而今天的旅程 去到这个地点是很特别 这个地点是他经常要留在这里的 因为那就是他家 等于好像现在 是你经常要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不能去旅行 可以的 宋皇台是一个景点 我小时候在那里读书 我发觉竟然宋皇台是一个景点 可能你都不知道 告诉大家 宋皇台其实是一个景点 想不到布里行团 其中一个站去宋皇台 都挺有趣 有些地方 在阿伯拉罕 他最长的时间 亦都是神跟他说话最多的时间 不在哪个地方 就是家里 我们以前 我记得 初初去跟我们的林郭媚姊妹 我们的前辈 去中国大陆服侍 他经常都跟我说 你的脚一踏出香港 一踏出罗湖 你的恩膏就不同了 真的 我去到 旗的肚子又有医治 又有很多工作 他说 事实就是 当你回来香港的时候 你的恩膏会留在罗湖 就是说回来香港就怎样 三个字 没有了解 我真的很沮丧 但今天我看阿伯拉罕 去到这一站的时候 是家里的时间 但亦都是神跟他说话 说最多 启示最多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我自己订这个题目的时候 没有想过 是在这样的环境 好像现在香港的环境 不走得的环境 说今天这个题目 但是 仿佛好像神有一个意思 透过我们今天 哪里都没得去 经常要在家里的时候 所谓叫什么 疲劳 叫做抗疫疲劳 就是 留在家里会疲劳 你看看你旁边的人 精不精神 在这个时间里面 阿伯拉罕 由出吴义的时候 神要他 叫他去到加南地 起初他都不知道去到哪里 不知道去哪里 就是在路中 别人遇到他 阿伯拉罕 你哪里来的 吴义 经过哈兰出来 那你去哪里 不知道 带着一家大小 就是 不知道去哪里 就是今天 我听到一些家庭都是 他要去一些地方 问他去哪里 不知道 带着一家大小 但是直到他一路走的时候 他知道神给他的地方 是哪里 加南地 去到加南地 他先后就在 事件 一个叫做 摩利的像树 到在希伯伦 一个叫做 曼利的像树 挺有趣的 有些地方 神是 有一些 给亚伯拉罕 去一些地方 有些标记 透过这两个地方 都有两棵树 而且曼利的像树 在里面发生 很多很多的 与神相遇的故事 所以今天 透过亚伯拉罕的经文里面 或者亚伯拉罕的跨越之旅 我们去看 究竟在家里的地方 有些什么状况 就是通常 经常对着他家里的人 觉得不会变的 是不是 就是你经常都是这样的 在家里是这样 就是不会变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夫妇型 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駕过车 车去到五千公里 要怎样 知道吗 知道吗 车车 换车 这些叫做什么 保养 就是女人不保养 好而是什么 男人不保养呢 好而没有 所以有些人说 我们有夫妇去过 做过 是的 你走过五千公里 我们就要开过帮你保养 你做夫妇镜 你去报夫妇镜 不是为了你的 你是为了隔壁那个 你想不想保养 保养呢 那份的关系 那你就要帮他报名 你说我请你 为什么由五十元加到三百元呢 因为征众要求要烛光晚餐 声称 声称 有没有蜡烛 可能要自己戴的 OK 所以 要报名 请 谁结婚的 谁结婚的 记得 保养 大家记得 只剩下不少的名额 记得 所以今天在阿伯拉罕的里面 我们看到在自己的家里面 就是发生最多 最多 最多跟神的关系 甚至在生命里面 很多张力 透过阿伯拉罕的故事里面 我们今天 我们去明白 神究竟有什么心意 跟我们说 而且阿伯拉罕这些故事 他是用罪事文 当时 《创世记》是谁写的 知不知道 传统就说 《创世记》 《摩西五经》 即是谁写 摩西写 摩西写的时候 是什么时间 知不知道 以色列人秘老 他们要救他们出来埃及 即是在一个艰难的时候 是一个无自由 失自由 伤心痛哭 你也懂这些歌 即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而且当时在古代 他们要传递信息 不和我们今天好像考试那样 要标准答案 意思就是说 什么叫信心 信心1 信心2 信心3 这些是现在的产品 你会发觉你答中了 都不等于你懂的 但是当时古代里面 他透过一些叫做 罪事 或者我们现在叫做讲故事 透过故事里面 我们神会透过这些信息 让我们得到一些 他要我们学的东西 Amen 不如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天父我们多谢你 今天 透过阿伯朗的故事里面 你和我们说话 透过你的老仆人 他如何去跟随你 如何透过信心 去一步一步去跨越一些 在生命里面的张力 特别我们 留在家里 一段这么长的时间 不只是要等 而是神 我相信你有你的美意 要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求你带领着我们 我们多谢赞美你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 Amen 所以因为在这个 这么多的同神对话的地方 万里的像树 我给今天的题目 就叫做坚定不移的应许 一起读 坚定不移的应许 我们看阿伯朗的信心跨越之旅 这一堆不是其他地方 是嘉南地 是万里的像树里面 它是它居住的地方 它家里 而且创世纪15章到21章 今天我们都很多 由15章读到21章 读完我们就可以走了 所带出有两个应许 一个就是土地的应许 另一个就是后裔的应许 所以我们透过今次在阿伯拉罕这个信心之旅 来到万里像树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看 发觉 咦? 这个人是家 但又是最多启示的地方 不停不停的启示的地方 而且不只是 为什么要由15章到21章 不只是一次启示 而是持续在他的环境 改变不到的环境里面 持续神跟他说话 你想不想现在 你改变不到的环境里面 持续跟你说话 我要 我要 香港需不需要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持续听到神的声音 我要 我不要人 不只是人家分析给我听 我自己分析环境的状况 我要从神里面 启示给我们 今天 新鲜滚热 神啊你给我们的信息 甚至持续 使我们 一直继续 能够跨越 在这个状况里面 所以 今天我会用 讲故事的形式 去和大家 细味阿巴拉罕这个信息 好吗 里面有两个角色 其实不止两个 还有他老婆 有三个角色 还有一些 就是 闲人的角色 所以 我们一起 透过在 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去到 领受 首先 这个是 天父神 和阿巴拉罕 讲的说话 我们一起读 《创世纪》十五章 第一节 一起来 一、二、三 这事以后 耶和华在意象中 有话对阿巴兰说 阿巴兰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地上似你 这一点是 坚定不移的信心 神有坚定不移的应许 需要我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去领受 但是我们发觉 信心之父是谁呢 阿巴拉罕 或者叫阿巴兰 他奇妙的对话 和神对话 你会看到 这个信心之父的回应 和神的应许 这里讲这事以后 即是什么时候呢 记得上次我讲 四皇五皇 打一圣仗 甚至这个 索多玛 俄摩拉的皇帝那些 被老了那些 他都去救赎回来 甚至给他们 他说 耶和华在意象中 对阿巴兰说 他说不用怕 一起说不用怕 不用怕 不用怕很重要 今天那些人害怕 会产生很多状况 有没有人试过你害怕 今晚睡不着 然后想 糟了今晚睡不得着 今晚应该睡不着 他又很害怕今晚睡不着 怎么办呢 结果 你们结果真的睡不着 对不对 即是你害怕的 就会一直想 有趣的 对不对 但是神对他说 不用怕 告诉隔壁的人 好吗 不用怕 不用怕 他说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的 赏赐给你 其实当我们前途感觉到恐惧的时候 要记住 在艰难的时候 神都继续和我们一起 一个人 他老实说 要害怕的人 不害怕很艰难 我都试过害怕的时候 你叫我不要害怕 定点来 大哥我可以定点 就不用害怕了 而他给我们知道 在艰难的时候 你要知道神跟你同在 你不是要知道 究竟你现在害怕不害怕 你知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用害怕了 你就将会不用害怕了 你就可以经历 由害怕到不用害怕了 亦都在那个 告诉我们 他要允许大大赐给我们 我们既有神给我们的赏赐 那我们又怕什么呢 他说 我必大大赏赐给你 那挺好 那他赏赐什么呢 当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 让你开不开心 但你听听亚伯兰说什么 一起读一下亚伯兰 一二三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 我基无子 你还似我什么呢 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 是大马是隔人 以利以借 亚伯兰又说 你没有给我义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子 亚伯兰很有趣 神说 我大大赏赐给你 你不用害怕 接着他说什么 他说 我都没有儿子 你还给我什么呢 你明白吗 他给你 他给亚伯兰 亚伯兰做什么 亚伯兰有没有接受 他没有说他有没有接受 但是他似乎有些 他在表达 他说 你 你 我都没有儿子 你给我什么呢 承受家业的是 这个大马士革人 大马士革就是 这个 敘利亚人 他说 你又没有给我儿子 我生里面的家产 都是给他的 你要知道一件事 在我们现在的现代 最重要是有后代分家业 这是我们现在的想法 在古代里面 分产业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能够有亲人后继 你要知道 他们靠生儿子 来到他们的群体 就算他是一个国家 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 那么大的 而是他有多大呢 视乎他生了多少儿子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未必会容易明白的 现在一个经常都说 两个就是什么呢 所以就没有了 有些人不生 有些人一个半个 但是以前 旧的想法 都会是一样 不停地生 比如我家里有十兄弟姊妹 我爸爸常常跟我妈说 不嫌子女多 妈妈说没有饭吃 但是以前 为什么呢 因为人多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继承 我认识我有一个朋友 做清洁公司 他更厉害 生十二个还是十三个 每次我去见到他的老婆 都有一个新的BB 在喂人奶 我说 你生那么多个做什么 做事 不用做 我生那么多个做什么 原来他不用聘请人 他的子女 全部帮他倒垃圾 真是聪明 又不用MPF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知道 阿伯蘭说 我没有孩子 你给我的什么 你明白吗 家业不是他长远的看法 在古时代 产业这些后代 才是长远的看法 阿伯蘭这样回应 神怎么回应他呢 一起读一二三 耶和华又对他说 这人不成为你的后治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治 大家要知道 神回应阿伯蘭又回应神的时候 其实当 如果你看到早前在祭十三章 神已经允许他给他有儿子 来到现在都差不多十年了 都没有 而且最大件事就是 他的名字 阿伯蘭的名字 你知不知道 多仔公 即是多仔公一粒蛋都没有 神就不停提他 不是大马士的那个 不是你亲生的那个才是 如果给你 你真是 不怪得阿伯蘭 他说 他说 我既无二女 你给什么我呢 其实有些解经家说 阿伯蘭其实是一个 悲叹的抗议 你又说给我 看什么呢 斗也没有一粒 你又说有出路 一直都没有出路 你又说为我预备 不停告诉我预备预备 但我一点都没有见过 好像现在我们在等 是吗 即是我们现在面对一个 百年都不遇的一个 全世界的疫情 又说给我们去旅行 又说什么气泡 我就在厨房看到 洗洁精的那些气泡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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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的应许 很多承诺 好像一路都没有出路 阿伯蘭当时就是这样 但是他知道神是对的 你知不知道神是对的 他一定是对的 他说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所以阿伯蘭一定不敢搏他 嘴 但是 等了那么久 你的应许都没有 那条气都会顶住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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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又再跟他说了 一起读 一二三 于是领他走到外面 说 你向天观看 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哇 重大件事 一粒都没有 他还带他去走去看什么 看星 就是闭起雙眼睛 心中感觉清静 他看星的时候 他说 你的子女将来就好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那么多 哇 你是阿伯蘭 你会怎样 你知不知道阿伯蘭如何回应他 我们看他的经文 一起读一二三 阿伯蘭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阿伯蘭信耶和华 他明知神一定是对的 他说的东西一定是对的 他就信 虽然他不知道他怎样可以进入到他给他应许 甚至他 你猜他有没有怀疑 你猜他有没有 如果他没有怀疑他就没有 我记毛子 这个我收拾回来的 他是给他的 即他已经决定了他自己 好像得不到 但神说的又是对的 多矛盾呢 像不像你和我 明知神的应许是这样 但是当我们要面对实现场实景的时候 好像一路都走不下去 阿伯蘭就是这样 但是明知神是对的 那我就相信神 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呢 二 没有看过这样的阿伯蘭 多数我们都用他的威水史来说 信心之父 你要学阿伯蘭那样 那你学吧 你看看 原来我们在西读的时候 他是经历了很多挣扎 经历了很多艰难 但是却 神的应许 没有离开过他 我们继续看 神如何回应他呢 一 二 三 耶和华又对他说 我是耶和华 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义 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神要再重新告诉你 他不单只要赐你后裔 要赐你的地 赐你的地为业 阿伯蘭就说了 主耶和华 一起读 阿伯蘭说 主耶和华 我怎能知道必得者地为业呢 又来了 我这层楼我给你的了 我怎知道这层楼是我的呢 你明白吗 他这样说 其实有些矛盾的 好 我们再看下去了 他说 你为我取了一只三年的母牛 一只三年的母山羊 一只三年的公棉羊 一只斑溝 一只搓溝 一只搓溝 甚至跟他说 你拿了这个母牛 三年的母羊 三年的公棉羊 搓溝 去到献制 当时他的献制是如何呢 要将动物切开一半 那只动物就两边摊开了 血就留在中间 这个叫切一个约 人就在祭生中间走过 他纳约的 通常以色列人是这样的 为什么神要跟他纳约呢 就是说 这个约是盟约 如果哪个悔弱 就会像这个祭生 你想想 当亚伯兰这样 挥来挥去的时候 是否真的 我又要信你 摩托答答 就说一定要回答我信 但是 现实就怎样 现实就不知道 是真的 是否真的 然后神说 好 切一个约 哪个毁约就像这些祭生 那样 神就跟他纳约一个这样的约 而且当时 在第十二节 中间里面有一个状况 我们一起看 一二三 一二三 日头整落的时候 亚伯兰沉沉地碎了 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立完若的时候 有一种 有一个经历 在亚伯兰的身上 如果你看看《公教的译》 《公教的译》 他说 当太阳漸漸西下的时候 亚伯兰沉沉入水汗 无边的惊恐 笼罩着他 为什么当他立若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黑暗来呢 究竟是否因为亚伯兰不接受 而带来的后果 还是怎样呢 我都是已经信了 他已经说我是义 他再启示我的时候 我就去认识了 但突然之间有个黑暗 怎么样 笼罩着下来 而无边的惊具 笼罩着亚伯兰 我们稍后会看下去 为什么在里面 神透过一个这样的经历 而令亚伯兰他知道 未来一种预测的恐惧 以至到 为什么亚伯兰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看看 接下来 神就跟他说 一二三 也会对阿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之后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懲罰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再落 但你要享大授数 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 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阿摩利人的罪业还未有 神将一个启示之后给亚伯兰 给他知道 你一定会有你的后裔 你一定会成为大国 神将的启示 不只是亚伯兰现在他的感受 现在他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 他是将他的将来 整个民族国家启示给他 你的子女会成为大国 并且成为大国的时候 会被老去 为什么呢 原因 这个阿摩利人的罪业还没有满 即是说 他将他整个民族的一个将来 未来会面对的事情 启示给他知道 即是如果你知道 你害不害怕 你的子女将会被人纳了去 你立刻冲去主义学那里接他 对吗 何况他说到他的将来 而当时 当神和亚伯兰说完的时候 有些事情发生了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日落天黑 日落天黑 不料 有无烟的炉 并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这就是当神给他知道这些状况的时候 那一刻 神通常我们会看到 在神的同在的宪制里面 在旧约的世界 常常都会看到烟 火 但特别是火 如果经过制生 是说神越纳这个制 神有没有越纳 有 即是他那张支票 已签了名 他越纳了阿伯拉罕 这个宪制 以下方 一起读一一二三 当亚日 耶和华与阿伯拉纳纳约说 我已经刺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直到有法拉底大河之地 就是基利人 基利洗人 甲摩利人 客人 比利洗人 利弗阴人 阿摩利人 加南人 加加杀人 耶布斯人之地 神就曉遇告诉他 这个加南地里面的人 他就赐给你为业 而且你要佔有这些地土 我们今天 我们要佔有一个地土 是要买的 但是在古代的世界里面 他们是要打的 例如我举个例 今天在云南里面的 少数民族是住在哪里 住在山上 你知道本来他住在哪里 昆明 一个大平地 他们有一个 形容昆明这个地方 他们有一个 譬如白异族和红异族 他们叫这个地方 叫做地木拉 不是地玉拉 地木 木头的木 地木拉 意思是什么 天国之城 在那里面 后来 因为汉族人 去攻打他们 去拿过土地 结果 本来打算灭了他的族 但当时少数民族 特别是红异族和白异族 他们有一个英雄 就是他们声称的 打不死的 但是一路整个民族 一直被他们谷到上山 结果那些汉族 打不下他们的时候 结果怎样呢 就算了 他们长期留在山就算了 而汉族人就生活在这些地方 以前很多的历史 在古代里面是很普遍的 所以神就要 阿伯拉罕 这个地 我给了你 总之你去拿就可以了 你自己要去付出 这样很详细 就不在这里再交代 但是 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 我们看一下 阿伯拉罕的信 有飘忽的时候 有没有 有 但是他却选择 在不相信的环境里面 仍然如何呢 相信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了 看到吗 他在飘忽的时候有 但是他选择 他却选择 在不相信的环境里面 仍然相信 在罗马书第四章 十八到二十节 我就有这个却要的 我们一起读 好吗 一二三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恩信仍有指望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恩不信 心里喜要疑惑 反倒恩信 心里得堅固 当神应许阿伯拉罕的时候 和他的时间 和甚至他没有见到的时候 他将他一生地 持续十几年地给他 甚至是二十几年 即二十几年 不停只有预言 没有事情发生 你会不会再相信这个预言 但是他没有恩不信 起疑惑 他是选择相信 有没有飘忽 有 但是他怎么飘忽都好 他锁定 神给的一定对 即今天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 经常都震动我们 去到飘忽 是不是 但是我们 有没有捉到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 是重要的 唯有捉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那个人才能够经历到神的 一个不能震动的国 但是问题 我们知道 坚定不移的障碍 总是有些障碍 在一个选择里面 你站在中间 疑惑 还是相信 难不难 即是说是容易的 你要相信 你说人家要相信 你发生事的时候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我稍后会讲一个 自己的一些见证 可能以前也讲过一些 只是我的软弱 但是很艰难 我们看下去 坚定不移的障碍 我们答入第十六章 一、二、三 阿伯蘭的妻子萨来 没有为他生孩子 萨来有一个婢女 是埃及人 名叫下甲 阿伯蘭与下甲同房 下甲就怀了人 阿伯蘭听从了萨来的话 于是阿伯蘭的妻子萨来 把他的婢女 拉及人下甲 吸了他丈夫为妾 那时阿伯蘭在加南 已经住了十年 他看见自己有人 就轻视他的女主人 下甲为阿伯蘭生了二十玛里的时候 阿伯蘭年八十六岁 刚才我讲选择的障碍 相信和选择 阿伯蘭有没有相信 有 说明有 但他选择的时候 怎样选择呢 当他老婆跟他说 即是 你既然也生不了孩子 那 我有一个婢女 即是 神告诉我 你的后裔才是你 才是 简单 我想一想 我给你一个妾子 你明白吗 可能 阿健走去哪里 我今天拿了他做例子 不在这也说他 可能 对阿健说 喂!你既然没有孩子 你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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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看他 那你就去看他 你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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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他 那样选择 當然不是 有些解经家说 這個畫的下夾有很多種類型的 這個都叫做幾美女下的 下夾是什麼人? 為什麼無情情一個希伯萊人 有一個埃及人在家? 記得一上兩個站嗎? 他們因為飢荒,下到哪裡? 埃及 接著亞伯蘭就怕自己 因為老婆太太美女,七十多歲 怕老婆被法老看中了,自己就沒命 接著他就跟老婆說 別人問你我是誰?你說梁岳哥 他怕自己被人殺,老婆借過招 結果法老就拿了她想做老婆 神就向法老顯然,他就害怕 接著他就花錢叫阿伯蘭走 他又不可以對付他,因為他知道神保護他 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人要花錢叫你走 你就知道他多想你走 他給錢給他牛羊 還給他什麼? 撲屁 下夾就是其中一個 你想想,如果他不去埃及 他就沒有這個試探 但很可惜有個解經家這樣說 其實我們今天看的這個埃及人 他相信,他分析當時他給你的疲累 那款不是這樣,那麼標誌,那麼漂亮 他應該就像我那樣,頭很大 鼻子很大,很扁,手很粗 因為他經常要做一些粗重的事情 就是,哇,阿健在嗎? 就是,給你一個這樣的妾 阿伯蘭怎麼樣?有沒有聽? 有沒有聽? 不聽?我又要聽神話,又要聽老婆話 為了達成一個夢想 結果他能否達成? 但有沒有問題? 有 是的 在古代裏面,由家,才有社區,才有民族,才有國家 沒錯,當時阿伯蘭他真的跟埃及下夾結了婚 以實瑪利出來的時候 以實瑪利和以撒慢慢成為兩個大國的時候 由那次開始打仗,到現在2021年都沒有停過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國家戰爭 其實是家庭問題 所以有人說 就是,享盡齊人福 就是一個男人可以比女人多 其實,這個是魔鬼的稀恐來的 Amen 但是你說,聖經舊約有很多這些例子 很多大衛都不止一個老婆 所羅門過千 過千都不知道他記不記得 九百九十九九那個人的樣子和名字 但是你看看他們的問題 家庭問題 是不是祝福? 一點都沒有祝福 一點都沒有祝福 那神的心意是怎樣? 如果你看創世紀開始的時候 神就做一男一女 在約八紀這樣說 總之 阿伯蘭的兒子 你的後裔 才是承受遺孽的 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 去達成神給他的應許 結果 聽從有後果 阿伯蘭得了這個應許語言 他沒有聽從 竟然選擇聽了薩萊的意見 所以 在這裡堅定不移的障礙 就是當我們走信心的時候 神的時間不是我們的時間 你怎樣選擇呢 很多人的意見 很多人的分析 就像現在我們這樣 在香港 每天都有很多專家的分析給我們的 包括經濟 政治 等等 你怎樣去選擇呢 在他們說 個個都好像說得通 是不是用所有方法都可以的呢 我們要謹慎 你要看清楚 神的心和神的做法 免得你只是拿了神的心 你不懂得神的做法和權力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達到目的 然後怎樣 失去了祝福 結果 無緣無故多了個家庭 家屠屋閉到幾千年 你想想 家裡吵架已經很難撐的了 有沒有試過吵架 很難撐的了 我以前家裡過時過時 每次吵架 一吃團年飯 中間就會扔東西 又會打架 真的 說沒有好過的 但信了耶穌之後 神修補我們 感謝神 今天我們吃團年飯 我媽媽會帶祈禱 哈利路亞 給掌聲耶穌好嗎 但是 我們今天要去選擇的時候 我們怎樣呢 聽從有後果 人的方法往往是計算到可以達到目的 比較相信一些不計算到的建議來得容易 是不是 撒來 算到的嘛 是不是 你和我的婢女 選個醜點給你 不要緊 我們要個後裔而已 我自己選個醜點給你 她比我醜 我的心會覺得不比下去 但是問題就是 得到一個兒子 那怎麼辦 神都說 承受家業的那個不是她 是亞伯蘭尼和薩萊的後裔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全部都是這樣的 計算到私信 是不是 計劃了才做 其實我很感恩 在我們教會裏面 我們有一班長老同工 他們特別今早早上會多些長老 這堂不知道有沒有長老 有揮揮手 多數他們回早堂 他們有時那些尖銳問題問到我和山牧師 慰孫倒流 茶飯不思 他很好 為了保護羊 你很理性 很有計劃 但是我很感恩 我多謝我們一班領袖同工 每時 包括我們買到這個地方 或者做一些屬靈的決定 然後他便說 她們極端 Vitian 都說 既然這個是神給我的意仲 先去了 and 不是先計算,而是先計算 不如給我們領袖掌聲,好嗎? 所以,人的方法往往在計算可以達到目的 這樣就穩定了 但是要經歷從神尼的應許,有時候理性計算 可能是信心的敵人 即是你想太多的時候,你不會做的 你想想也是,現在的年輕人很快跟他們說 又拍拖,又不是那個,又是另一個 他們完全沒有理性 我們不是這樣鼓勵他們,但是這樣去看 但是要做一些決定,想來想去 算來算去,都做不到決定 你認識到一些朋友,經常都做不到決定 你問他,去左計右計,左問右問,資料搜集 做完之後,那你怎麼決定? 先看定一點 做不到決定的 但是有時候,這些理性的計算 往往很容易成為我們信心的敵人 我舉個例子,有沒有人打過工? 請問是出了糧才上班,還是上班才出糧? 上班才出糧,舉手 即是我們大家都是同行 我想問你,你怎知道上班到月底一定有糧出? 你相信他而已,是不是? 我不是說那些,譬如我開過賣魚蛋豬皮的那些 我一賣就馬上收錢,一賣就馬上收錢 你就不用擔心了,他一定有給了錢,你才給他東西吃 但上班通常是做完才收錢,是不是? 你怎知道月底他有糧出呢? 不知道的 你都是信他而已,是不是? 但如果你理性分析 他有沒有糧出給我的? 如果你天天這樣想 你很快轉工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理性的計算 會成為我們爛了我們去行的信心 我記得我以前神感動去做一個叫敬拜債美學院 在2009年做了一次 當時我要開的時候,憑信心 就問一些領袖的時候 我們今年沒有預算 你知道甚麼叫沒有預算嗎? 即是沒有錢 但我們會有祈禱的 我們祝福他,你做吧 那做不做?我祈禱,神跟我說做吧 沒有錢怎麼做? 我自己銀河包,但我都沒有那麼多錢 於是,我就找了一個全香港最便宜的營館 每一天日營 即是住一晚,50元一天 便宜嗎? 沒有錢就要計算了 接著我就找了 如果他們來,找街市一個哥哥姐姐 總之每一天包我50個飯盒 每個我就給他50元一天 包午餐和晚餐 這樣也便宜了 即是我一百元一個人 我沒有錢了,記住 我打算,我談好了這些了 你叫我做,我憑信心,做不做? 做吧 我打算,看有沒有人報名才算 好像我們搞呼呼攝像這樣 看有沒有人報名才算 一開出去不夠,一個星期全部都爆了 我就害怕,先給點掌聲 我就害怕 因為全部都爆了,即是要不要做? 錢也沒有,器材也沒有 問教會這個借不借得,那個不借得 那些全部都不能借的 可不可以借到股去? 難道我借給你 就沒有人沒猜過這裡 那時的心很害怕 很忐忑 我問神,要這樣做嗎? 即是你不叫人報名 報了名又沒有錢 國內的弟兄姊妹,很多農村來 我們又不會怎麼收他們的錢 結果呢 去到兩個禮拜之後就是露室了 我說神,現在什麼都沒有,怎麼辦呢? 結果 因為選擇繼續走 放下理性 說是容易 說是不是很容易? 現在說見證當然容易,因為過了 那一刻容易嗎?很艱難 突然之間最後一星期的時候收到電話 神哥,我有套鼓你要不要? 你有套鼓? 要! 接著下載有人說 神哥,我有支Bass,你要不要? 要! 然後到最後呢,琴、Bass,鼓、Projector也有了 螢幕也有了 一個禮拜,全部都有了 給一個厲害的掌聲,耶穌,好嗎? 你當然是拍得過癮,那一刻真的很艱難 所以堅定不移的障礙我們要面對的選擇是很重要的 最後,阿伯拉罕堅定不移的應許 當我看的時候,神如何繼續跟阿伯拉罕討論呢? 現在去到第十七章 一、二、三 阿伯拉罕九十九歲的時候 耶穌說向他顯然 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 你當在我面前行走 作完全的人 我要與你納藥,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神又對他說 看啊,這就是我與你納的藥 你要成為多國的父 這裡讓我們見到,神再次提及 他的應許 其實,說來說去,他都蛋都沒有一顆 但是誰繼續說? 誰繼續說? 十三章又說,十五章又說 接著打後,十七章又說 來到這裏,十七章又說 你知道嗎?這段時間是在說二十幾年 接著一直下去 二十幾年都沒有,蛋都沒有一顆 果效一點都沒有 他就不停告訴你 來了 你的統金來了 來了來了 你會怎樣? 你以為阿伯拉罕去到這裏會怎樣? 你會怎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悲嘆的投訴也好 他繼續說 我覺得神真的很有耐性 他繼續告訴你 你有了 男朋友也沒有 有了 你有老公將來有兒子的樣子 喂,不是 神的應許是沒有落空的 Amen 我們看看阿伯拉罕如何回應 第十七章 第3A 1、2、3 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面伏於地 這個位置 去到這裏 阿伯拉罕再沒有辯駁 他怎樣呢? 他投降了 不要再說了 他降伏在神裡面 他降伏在神裡面 等於神給我們很多應許 Amen 我自己看 2026年 是一個嬰兒朝的時候 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出生的一些人 大概是50年代到60年代開始出生 那個群族是很多人的 你想想我是十兄弟姊妹 有很多個我認識的弟兄姊妹 有八個、有七個 而這班人開始進入什麼呢? 退休 喪偶 朋友越來越少 但又健康 即是香港被選為全世界最長命的地方 你看看旁邊的一個 你看看這個樣子 沒那麼早死的 面對一個金靈的需要 我們一直祈禱神 你如何在這個時代裏面去做 真的不會做 我看到阿巴拉罕的韓服 我是很佩服的 去到最拉尾 他不是說 神啊不要再說了 我不看頭地 他不是 他把自己真的放下 我看到這個需要 我跟一群同工去分享 現在還未到 2026年 現在是2021年 你知不知道我們只做安息禮拜 一個月 最少有三個安息禮拜 現在 我今天穿成這樣 是因為今晚有安息禮拜 你以為一個安息禮拜就是禮儀嗎 陪伴 同行 關心 所以我跟一群同工在一起祈禮 我們說不行 接下來我們要興起 好像我上次說到 興起一群壯丁 318個 這個是阿巴拉罕的數目 越多越好 去為到接下來 將會一個大豐收 入到離教會 你相信嗎 我們做食物銀行 從去年9月到現在 當我們一開聚會 你知不知道我們只是長者 都增加了40個 將會進來我們招養 弟兄姊妹 你預備好未 除非我們是韓服 要不然我們都好像阿巴拉罕那樣 你說話一定是對的 但為何我的東西未見到 我蛋都未一顆 你又說我要我這樣 我好像沒有那一刻 你會不會選擇跟隨他 但阿巴拉罕去到人生這一刻 學了二十幾年功課 他最後選擇什麼呢 韓服 順下我 我將所有未來的決定 都交在你的手 這個仿佛阿巴拉罕 願意真正的韓服 以至他的身份改變 理想實現 我們就讀十七章 第五節 一二三 從今以後 你的名字 不要叫阿巴拉罕 要叫阿巴拉罕 因為我已經立你作多角之父 阿巴拉真正的名字 的意思 是叫多仔公 但是他一直叫多仔公 但是沒有兒子 但是神說 基於在他的生命裡面的韓服 將會見到這個應許發言 名字都改了 不單止他改了名字 他的老婆有沒有改名字 由薩來變成什麼呢 薩拉 神就在他的生命裡面 由一個多仔公 變成一個真正的多仔公 Amen 所以我們看 很快跳到下一章 一起讀 一二三 阿巴拉罕 阿巴拉罕 出之得了 出之得了 二十五年 真是不簡單 成百歲生兒子 目的不是為了有故事說 我相信這個故事 是神透過阿巴拉罕 這個故事給我們知道 環境好像沒有改變 但是當我們願意韓服 在神的應許裡面 雖然我們經常留在家裡 一個困困的地方 但是也是神最親密的地方在這裡 神跟阿巴拉罕去對話 但是容易嗎 一點都不容易 但是直至阿巴拉罕降伏的時候 他名字都改變了 身份都改變了 並且理想怎樣呢 實現了 薩拉 最後生了以撒 所以阿巴拉罕夫婦的那種轉變 能夠進入上帝堅定不移的應許 都是因為主堅定不移 封聖的恩典 有時候我在想 有些事情 不是我們努力做出來的 有時候我都覺得 有些事情 好像有些事情 好像覺得 知不知道自己是 你看 我有份做的 其實我想回很多事情 好像阿巴拉罕那樣 根本不關事 想回自己內心中的反叛 所謂悲嘆的抗議 好像阿巴拉罕那樣 我想一下我自己也有很多 明明神夫照自己做了 卻是怎樣 做啦 你當然是做啦 我又做同工 是嗎 做什麼 做什麼 是嗎 好像做得不什麼 不甘心樂意 回應得不甘心樂意 但見到有果效 哈利路亞 不甘心都有果效 但後來我發覺 這個不是對等的 不是一個交易 而是神 剛才我們說 哪個才是堅定不移的影響 神祂自己 阿巴拉罕那樣 你說什麼都好 我正在給你 我正在愛你 我的封聖恩典正在給你 同樣今天神也跟我們說 這個封聖恩典 祂給我們 所以 難怪保羅他這樣說 來到在羅馬書第四章有一節 他說 扯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造成 一起讀好嗎 扯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造成 我們再讀多一次好嗎 扯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造成 讀多一次大聲點好嗎 扯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造成 我覺得這不是一種口號 而是每一天我們走下去的時候 都需要神的恩典 神的那種封聖在我們裏面 而是在環境令我們很飄忽的時候 我們要不斷地說 扯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造成 扯滿心相信神 我們是要這樣 我記得1999年 我失去了師母小產 失去了寶寶 然後我們想再有 沒有 醫生告訴我們 你們不育 我們很難過 但是很多牧者跟我們說 寶言說 我們會有我們的後代 告訴我們我們有我們的子女 那你信哪個 你信 不是說醫生信不過 不好意思 他都是很正面地反映現實 你的狀況 但是傳導人領受的是真的 又好像是真的 那就糟了 為什麼 然後我們看到有個醫生跟我們說 他說 你是基督徒嗎 你去祈禱吧 結果 我們在一個討告裡面 真的經歷到今天我兩個女兒已經長大了很多 他們都有服侍 我很感恩 但是我回想回 在等候的過程裡面 每年的父親節母親節 是我們最大的張力 我們都問神 神 酸生生 什麼時候是我 你明白嗎 又沒有埋怨她 沒有埋怨神 因為神說你給我的 我又不可以說 你為什麼不給我 我又不可以這樣說 我只可以說 什麼時候輪到我 就是由什麼時候輪到我 什麼呢 什麼時候輪到我 內容一樣 態度已經越來越憤怒 懵憎 阿巴拉肯直至祂降伏 原來神一直等著給祂的應許 是在等著祂的時間 直至祂降伏 今天祂就能夠進入這個應許 Amen 好嗎 最後我們用一首詩歌去回應 我們一起起立好嗎 不知道當中有沒有人 你還沒認識耶穌 好 今天我想告訴你 神的應許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用這首歌去回應 我如此烏迴 我毫不美麗 將來中的花朵 被踐踏至烏迴 人生創始 沒存在真體 你 何等尊貴 你 無比壯麗 為何你 已經選擇 射轉江西 來尋找我 寧願撇下了一切 這是什麼的道理 上帝 上帝兒子 經親臨世上 甘願為我死 就算我 曾躺著淚 緊心放棄自己 然而你卻說 不會把我遺棄 超越人間的道理 十家代死的恩情 使這生重現轉機 在昨天 曾國絕望 今天已全忘機 重新找到 互相傳勇氣 不知道當中有沒有一些朋友 你是未認識主 我也很想邀請你今天 接受這一份 堅定不移的應許 神用堅定不移的愛 跟我們一起 祂永遠跟我們一起 祂有一個很大的應許 祝福在你生命裏面 不如問一下隔壁 你信了耶穌嗎 你幫我帶他們出來 我很想為祈禱 接受這一份 這麼好的禮物 有沒有 祝福你 你來到很多個禮拜 今天的神要得著自己的心 有很多個禮拜 有無能力 你知道信仰就是这样 不是来一次就行 你要好一下介哥 你要整天来 天天的信仰是 在我们中间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 或者朋友 或者网络的弟兄姊妹 或者朋友 你现在面对着 很多人生的张力 艰难 甚至 就是你想放弃 你见不到前路 我很想告诉你 今天神不变的应许 在你生命里面 祂很爱你 我们再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花时间为 为我们的生命祈祷 好吗 也都为我们身处 我们的特区 香港 和我们的国家 或者我们认识的 每一个地方的弟兄姊妹 祷告 好吗 让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祈祷 Hallelujah 我越似污蔑 我豪不美丽 我们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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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你竟选择写转江西 来尋找我宁愿撇下了一切 这是什么的道理 上帝而知经亲能世相感 为我死 就算我曾躺着泪 狠心放弃自己 然而你却说 不会把我遗弃 超越人间的距离 十家代死的人情 是这生从已传奇 在昨天曾作传望 任天已传望期 从新找到生存到 这是什么的道理 这是什么的道理 上帝而知经亲能世相感 愿为我死 就算我曾躺着泪 恨心放弃自己 然而你却说 愿而你却说 不会把我遗弃 超越人间的道理 十家代死的人情 使这生从已传奇 在昨天曾告绝望 今天已传望期 从新找到生存 愿为我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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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人间的道理 超越人间的道理 十家代死的人情 使这生从已传奇 在昨天曾告绝望 今天已传望期 从新找到生存 愿为我遗弃 我们一起祈祷好不好 我们一起用方言去祷告 如果你没有方言 你求圣灵充满你 使到今天 你能够进入神的应许 进入神的那种 恩典和封诚里面 可能你现在面对 一种生命里面的张力 甚至你想放弃 你去宣告神的应许 你今天满心相信神的应许 作成在我的生命里面 作成在我们的家里面 作成在我的公司里面 作成在我的家族里面 作成在我们身处 我们的香港里面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在全球里面 神啊 你的心意作成在我们的里面 我当中 真的有些弟兄姊妹 你身体上得到医治 有为疾病祷告 信心是放在你身上 他自己纵然失信 有时候软弱 但他仍然选择相信你 这一份信心 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效法的,都可以选择 所以主就祝福我们 给我们圣灵你也都 随时在我们旁边,鼓励我们 给我们选择,依靠你 相信你,谢谢主 听我们今天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得圣明之旗求 阿们 阿们